台中神岡中山路26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由于这个路段正在进行了自来水管管线的施工 封闭了一个车道 现场虽然有摆放三角锥 但是53岁的连结车驾驶跟65岁的女骑士 疑似是同时变换车道发生了碰撞 女骑士是卷入车底头颅破裂当场死亡 详细的肇事原因仍需要调查理清